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今天要教你去多比装比 来多比不装比 难道只是来洗衣 你真的以为这个年代的人 去cafe真的要喝咖啡 拍拖就会有爱情 去旅行就会有散心吗 在这个网红的年代 人人都是content creator 这一切都是套路 都是content来的 所以今天要教你 什么低成本的来多比装比 拍出Abal你那种 Kpop到不要不要的照片吗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 我恐高分子在先告你的 那你试想一下 10个Kpop MV 9个是在多比拍的 因为这是一个导演 不告诉你的秘密 越有违和感的东西 在镜头前就越有魅力的 如果No.1 要在多比装比 就不要穿到好像来洗衣这样 不然你拍什么都不会帅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Kpop MV 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很浮夸 这样是不是 你不要理他浮不浮夸 最重要是照片拍出来 让人家哇 其实装比和看电影 是一样的道理 要好看就没有逻辑 这可是陈可星导演 跟金城武说的 因为电影的逻辑是情绪带动 和like你的照片 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构图 还有你的pose 虽然我不知道 把你看到这个影片 NK变成BlackPink的Jenny BigPink的GD 但是恐高分不会变成傻比的 一般人去到多比 一定会在袭击面前拍 其实这样拍会很flat 因为你能做的东西不多 而且光线也可能不会那么美 如果大家还记得操拍视觉的话 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装比就是要看似不经意 TMB叫装比 所以你要练好有自己的一个手势 就要像超人变成 一定会有一个手势这样的 没错 这样除了可以化解尴尬 也可以让你的照片更加多变化 那戴室内带帽子或者墨镜 不叫气线 这个叫飞线 除了可以这样子 从下面往上拍 你还可以把你的手机 清洁一个不多不少28度 这样子你这个照片看起来 更加有空间感 更加丰富的 随便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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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呦 我怕的不要不要的 拍完洗衣机 你还可以拍到轰肝机 因为一般都会比洗衣机更加大价 而且你会发现轰肝机 总是一种太空船的feel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你是个alien 你的太空船刚刚登陆在地球上 说实识拿了10块 被个reporter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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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呦 这个简直就是看之不及 TMB在装逼 但是拍这种照片有三个点你要记得 第一 你的屁股要靠边坐 不要坐到太里面 第二 只能拍半身 都是要在膝盖以上 第三 你的头顶要有1 2分的head space 这样你的图片才会看起来显得舒服 没有压迫感 一般人拍了几下觉得应该可以收工了 但是 我们不是普通人 是鸡白人 我是讲机智的gay白 啦啦啦 就好像这一片镜子 前兔后翘 样子嵌屌 不是 我是讲样子看起来很有料 A wise man one set Miller Miller on the wall 装币不用去shopping mall 这一片镜子就很好发挥了 女生就可以回眸一下 男生就可以莫名营笑 不是 我是讲 忍着不要笑 那这样的构图 一般都会从上往下拍 可以避免它反射 随便 咔嚓咔嚓咔嚓 飞呦 整张照片瞬间多了七分art的vibe 看了简直是不能不like 有的做我死都不会赞的 那因为像我们这种五扯四寸般的稀有品种 在这么有限的空间 看起来会挨得很可怜的 所以坐着拍照 你要懂得怎么去挑逗那个镜头 不然你只是死死这样看这镜头 就是尴尬挨得出来 那就好像如果你是个厌尸哥儿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居高零下的眼神去看镜头 跟镜头interact一下 那但是你记得 一般来说我们吃肉骨茶都喜欢三层肉 但是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景象有几层肉 我相信也是不会开心的 所以你可以抬头 又或者是用你的头发去折一折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射到飘飘的 又或者你可以用你两粒大大辣的eyeboss 去必死必死必死那个镜头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隔着萤幕都被你shot到shot掉了 那如果想拍一些性感小野猫的照片 就不叫坦胸路背的 你可以来个贝多芬的post 屁股翘一翘 男生的脚叫东北条 我是讲脚和脚东北条 这个post只适合女生 男生做了会比较曲观的 可能在路上看到你 还会想攀高你 那如果你想要跟闺蜜一起拍照 但是你又不想拍到 好像那种网红的go digger beats loop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拍 和闺蜜一起拍照的秘诀 就要穿情侣装是一样的 越不协调就越协调 大家的动作就不要死骨骨白 一样的post 然后那个秘诀就在于感觉 你们玩得很开心 人家看了也很开心 很开心就会去like你照片的 所以你们可以事先沟通好 你上我下 你开我关 你看镜头我闪镜头 你闭齿我也一起闭齿 随便客家客家客家 对呦 好一系列的清新自然不做作 的我不做go digger 我有我sister的闺蜜照 如果你想拍出一种 很有层次的杂志feel的照片 你可以用一架抽手的iPhone的portrait mode来拍 我整天讲了一张好的装备照 三分类星系 七分靠道具 所以你要配合道具设定一点内心系的剧情 就比方说好像 哇 洗衣服好像等很seven的久 我来看看杂志 咦 Fashion Boy的MMM Studio 今晚会发新款的衣服 我等一下康告分就要上 www.rexagon.co去抢他心意 哇喽 等衣服洗好跟等他出影片一样这样久的 如果你家那边的dobby 好像这一间那么的小 你可以找那家最角落的洗衣机 然后坐下去 让整个构图形成一个人的角度 手张开 腿张开 然后你那两个短短的眼睛对镜头放电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呦 只像Vogue的model 越不自然的post 在镜头前就越自然的 不然你看为什么杂志封面的model 整天都很奇怪怪 好像牵手观音的post 这个不是气线 这是飞线 如果里面的空间太窄 其实你可以拍的照片就只有那几款罢了 所以你还可以去到外面拍 我们是讲来dobby装逼 又不是一定要拍dobby给你看 是不是 你的背景有看到有洗衣机 就可以了的 照外面拍 你还可以开flash 开flash就不能离人物太远 不然会看到整个照片暗暗的 随便客家客家客家 依然是摔到不要不要的 结论是想要拍出好的装逼照 讲的不是环境而是意境 和穿搭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一定要贵 反而是要懂得找配件去点缀 不一定要在高大上的地方打卡 照片才会好看的 一家丑丑的iPhone配丑丑的背景 也可以睡到不要不要的 这就是丑闭大作战的真谛 所以要懂得善用身边的花草树木 你的照片才会更有目 照片越击白 Congophone越惹人like Social media 大家都想要发表言论 所以你要知道话题性 让你的followers 可以去comment一下 不然那些网红为什么整天 会做一些好像刷存在感的caption 就是要为了让你们feel in the blank 所以赶快去你临近的dobby装逼 拍好记得hashtag 丑逼大作战 下一集我就会选出小飞仙 最有创意的10张丑逼大作战的作品 放在我的video里面 最后这个影片里面装逼用的 择头包袋袋 F equal to mc square的 Opa Oversized T-shirt 还有帽T 已经正式开卖了 赶快上到www.rexagon.co 的网店抢购 因为是限量发售而已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八次 看了点赞上我为止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OK 3 2 1 In Fall out Fall out Fall out Sriagling Sriagling Ey Jenny You ok Jenny WIP OK tap A 芊 ite 一 times 谢谢 世界 OK 再 Ben OK 他 这其实是很酷的 我会坐在那边 不要坐 有 CCTV在这里 oh no re's your fans you got we're just later you can see you for ok Yes Perfect Yo yo what up 這是一點五十分 1.50 is almost two Woo I think it's only time that we should at midnight It's like rebalance kids Go out without home submission Woo It's a laundry Woo I do the laundry ourselves I feel like it works I feel happy And I think this This is a洗衣間 裝備 I think Shopoful the 裝備 This is a Friday This is a Friday 13 April Starting on the 13th And Yeah If you like one We grab one right now Good night It's a wrap Hi üç ix